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本期话题,俄乌战场持续胶着 乌克兰30个炮兵编队被俄压制 面对不利局面的乌克兰开始微微救赵 派出特种兵杜河,强攻赫尔松 准备在此处与俄军展开较量,挽回战场劣势 近日,五角大楼财务官麦克尔·麦科德 对美国立法者发出警告 国防部为基辅保留大约54亿美元 国会批准支持乌克兰计划的259亿美元 仅剩16亿 支援资金将被耗尽,但是本国军事储备必须得补充 据悉,这项警告是美国众议院为避免政府关门 而通过临时措施后发出的 因为措施里不包括为乌克兰提供拨款 拜登对此表示担忧和愤怒 他表示,任何情况都不能打断对乌克兰的支持 尽管拜登对此表示愤怒 但共和党不断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大约一半共和党人投票 将原污的3亿美元从乌角大楼开支法案剔除 虽然在另一项对基辅援助提案中通过了此笔资金支出 但反对支援基辅的势头逐渐增强 美国援助基辅资金即将耗尽 加上反对意见不断增多 美国也许有放弃乌克兰的可能 首先,美国对于继续援污失去耐心 国内反对声音变多 这将影响美国对乌援助计划 9月30日,时任美国众议长的凯文·麦卡锡 并没有把援污60亿美元纳入政府运作之中 他表示,虽然支持对乌克兰提供武器 但是美国军备更加优先 死在美国边境的美国人 比死在乌克兰的美国人更多 同时美国国会也无法就 援污拨款相关条约达成一致 新的国会决议将拨款侧重在美国内部 比如夏威夷洪灾水灾当中 可见美国内部对于援污逐渐疲惫 只将可能导致美国放弃乌克兰 其次,乌克兰在俄乌战场的表现 并没有令美国满意 此前,俄乌双方已陷入僵持之势 在阿富基耶夫卡战场 俄军即将对乌军形成包围之势 乌军补给线被大幅度缩减 在整个俄乌战场愈发被动 这导致美国对于继续援污信心不足 并且美国以及北约同盟 想利用乌克兰达到消耗俄罗斯的目的 然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战争中 俄罗斯好像正逐渐走出困境 反而将美国以及北约拖入消耗战 因此,没有达到战略目的的美国 放弃乌克兰也不是没有可能 最后,美国国内面临压力过大 继续支持乌克兰,有心无力 美国经济逐渐下行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 同时,加上支援以色列并布局中东 导致美国政治压力扩大 均被支持,倍感吃力 多线布局让美国分身乏术 国际层面,各大国领导人加强沟通 交流地区战争以及世界安全等问题 这也可能影响美国队伍政策 因此美国可能放弃园乌计划 战场局势不利,园乌资金告急 陷入困境的乌克兰开始违未救赵 派遣特种兵渡河,强攻赫尔松地区 前几日,由俄罗斯任命的赫尔松州州长 萨尔多向穆斯科发出紧急申请 要求立即疏散当地居民 俄方迅速回应,同意撤离 于是赫尔松政府组织民众往 蒂涅伯河对岸转移 准备将6万居民送往后方安全地带 俄副州长基里尔·斯特列·穆索夫 在社交媒体发文 赫尔松之战即将开始 呼吁当地平民尽快离开 可见俄军已经准备放手一搏 俄乌双方齐聚赫尔松 新的大战很有可能刺激俄乌局势再次升级 一方面,乌克兰似乎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地步 战场失利对乌军信心打击巨大 长期战争将乌克兰的经济民生严重破坏 靠着西方国家的援助才勉强维持 但现在美国及北约同盟对乌援助持有疑虑 巴以冲突也吸引着国际社会大量目光 失去关注与援助的乌克兰只能背水一战 由于失败的后果无法承受 因此乌克兰有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手段进攻俄军 这也将导致俄军继续向战场投入资源 所以俄乌局势可能再次升级 另一方面,乌克兰不是第一次使用极端手段对付俄军 此前战事不利时 乌军多次袭击核电战设施 企图逼迫俄军放弃攻势 局势更加艰难的情况下 不排除乌军不择手段 继续发起对核射施的袭击 这将有可能引发核泄漏风险 这对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都是巨大威胁 也可能成为局势再升级的导火索 俄乌双方不关准备在赫尔松的战斗 在红黎曼附近的交火也相当激烈 据媒体26日报道 俄军方发言人称 红黎曼地区压制30个乌军炮兵阵地 在猛烈炮火覆盖下乌军死伤惨重 大量装甲被摧毁 俄军在战场多方面压制乌克兰 这将可能使俄军彻底掌握战场局势 第一 从交战情况来看 俄军已经突破乌克兰多个关键要塞 随着俄军攻下巴赫木特 在阿富杰伊夫卡陷入枪局 但在俄军大规模空袭下 拿下阿富杰伊夫卡大框扎衫 此后不断压缩乌军补给线 将要形成合围之势 失去多个战略要地的乌军 只能不断收缩防线 反攻之势被俄军压制 整个战场局势可能被俄军全面掌控 第二 乌克兰内部矛盾重重 对于战场指挥相当不利 相关媒体报道 乌总统泽连斯基与乌军司令扎鲁日内发生分歧 甚至曾经裁撤特种作战司令 乌方高层矛盾对战场局势带来不利影响 这也有利于俄军掌控战场 第三 俄乌战场的相关干涉势力已无亲插手 俄罗斯受到的压力减小 再加上国际社会对俄乌战场的关注减少 乌克兰面对俄军将更加艰难 这对于俄军掌控战场也相当有利 刘备说 屈身首份 以待天时 不可与命争也 俄乌战场旷日持久 两国人民一直饱受战火煎熬 而造成两个民族炮火相向的原因之一 就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 乌克兰没有安守本分 在北约影响下将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处于风云突变的国际情势下 天命并不站在乌克兰一方 因此陷入困境 希望乌克兰能认清形势 通过沟通对话解决矛盾 尽早结束战火 使两国人民尽快迎来和平